大家好 我是三寶八坤 那今天的話 因為好久沒有來跟大家 差不多三個月 這三個月呢 三寶八都在忙其他事 沒有辦法上來跟大家做一些聊天或是什麼 那今天的話就是要跟大家說說 這個日本真有趣的系列 那今天要談的是這個生魚片 那生魚片呢 在日本稱為這個沙西林 也就是我很常看到的赤生 那赤生是以新鮮的這個生魚 用貝類切片在各來調味的醬油 還有哇沙比等一些調味料 來使用 那是一種非常經典的一個日本料理 那在我們台灣呢 也有不少餐廳啊 可以吃到 現在已經有很多什麼回傳授枝啊 但是呢它的 怎麼說品質呢 還是可以再進步的 既然嘗過這個生魚片呢 那我們就來了解一下 因為 美味的就是美味的 背後呢 那些不為人知 就是一些知識吧 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一些東西在裡面 那我現在也知道這個為什麼 我們叫赤生 那赤生這個詞呢 始於這個日本的 差不多在士丁時代 那詞彙的由來有很多說法 第一種說法呢 指的是在 指的是 刺在魚片上的這個竹籤啊 跟這個魚皮 因為魚皮去皮之後呢 也不容易分辨種類 所以過去這個漁民呢 會用這個竹籤 將一小塊魚皮啊 也刺在這個魚片上四點 那這種方法 我們稱為赤生 那第二種說法 就是 赤生是日語 刀 就是塔吉米的一個轉音 而大公也 確實是這個 生 製作這個生魚片的 關鍵 那第三種說法 就是 切成 五四尼 就是 薄片的一個 肉 那赤的意思就是 切成薄片 啊 生呢 就是 肉的意思 那 我們所謂赤生啊 它不只是魚肉而已 也有牛肉啊 啊 一些河豚啊 烏的烏的烏的樣 啊 或者是 就是 像熊本的一些 烏的馬 馬 馬赤生 也可以吃 日本四面黃海啊 它的魚夜 魚夜是非常的發達 所以 赤生中 最常見的就是 生魚片 啊 但其實這個赤生啊 並不鹹 並不只有這個魚肉而已 也可以是雞肉 雞肉也有人吃 牛肉 馬肉 做成了這個新鮮生肉片 但是牛肉在 我也不知道多久之前 在之前有發生一個就是連鎖店 他就是以非常評價的方式來提供這個牛肉的生魚片 但是之後呢 之後可能就是因為 因為老闆的想要省一些成本 所以他換成 把它換成這個 比較劣質的牛肉 所以就造成很多人的死亡 所以之後牛肉這一塊呢 有一個法定在 要用什麼樣的等級才能做成這個生魚片 不是啊 就是生牛肉可以使用的這樣子 也要好像也要什麼資格 有什麼資格才能賣這個生牛肉 所以這個牛肉 這個牛肉的話 大家再參著一下 那中國 其實是比這個日本更早 那中國早於這個周朝 就有這個使用余生的一個紀錄 那古稱為余惠 左邊是月字部 右邊是惠不惠的惠 那刺身下的這個竹葉呢 是有什麼作用呢 那不知各位有沒有注意過這個正宗的日本料理啊 在供應這個撒西米的時候 會在這個生魚片啊 放下一片這個竹葉 有 其實是有的 那其實過去冷凍條件不是很發達 那竹葉的功能呢 它的功能是做在這個防止細菌啊 保持衛生 但隨著這個冷凍技術非常進步啊 現在的竹葉啊 應該只有剩下這個裝飾用途了 但是還是有很多比較專業的一些日本師傅啊 他會用這個主業來做 我剛剛說的一些功能所在 那製作這個撒西米呢 它是需要這個用這個專業的一個刀具 那切剩魚片啊 需要用極鋒利的一個刀具一遍面 切割的時候啊 破壞魚肉的一個怎麼說 纖維組織 因為裡面 魚肉的本身啊 裡面就有一個 纖維 那影響 這樣的話會影響口感 因此製作自身的師傅啊 通常會有五到六把的一個 非常專業的專用 到你稍微看有這麼大支的啊 有這麼小支的 畢竟細分為 去靈啊 橫婆啊 重婆啊 切骨啊 等各自不一樣的一個用途 那我如何分辨這個刺身呢 是否新鮮 我沒有COVID-19了 刺身的新鮮度啊 可以從這個切面的顏色來看出來 如果魚肉的這個色澤啊 混濁暗淡 就表示已經不太新鮮了 所以就是要避免吃到 不新鮮的這個殺心儀的方法 所以就是選擇客流比較多的店啊 叫人吃到新鮮的食材 那現在的話大部分 嗯 嗯 像 嗯 像 像 薯西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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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些 這些店啊 他的品質還算 很新鮮 那 所以大家可以去 欸 品嘗看看 嗯 嗯 那 我們來跟大家說說 使用刺身的一個順序 那通常 在這個使用刺身時啊 啊 似乎會按照這個 欸 味道 有蛋到融的秩序 來上桌 那讓客人啊 先使用較清淡的一個白生魚啊 啊 接著品嘗 嗯 貝類等 比較甜的一個水場 水場 那最後 再吃味道比較濃的一些赤身魚啊 譬如說 歐托羅啊 呃 或者是 油脂比較重的一些魚 像歐托羅 歐托羅 這一些 比較油的 那配 他的配菜的作用 欸 像 木 像現在的話 中和刺身的盤中啊 通常會有很多使命的配菜 像 紫菜啊 啊 五湯蝦肉 蘿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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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洗手 紫蘇啊 啊 或者是 檸檬片 那這些配菜啊 除了增加這個 裝盤的美感 還能去除我口中其他 食物的一個味道 讓 其實這些 可以使生魚片 的味道更為協助 啊 大家去日本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 日本人很少在 吃這個鮭魚刺身嗎 啊 那 這只是傳聞而已喔 啊 傳聞啊 因為這個鮭魚有很多寄生蟲啊 所以日本人啊 他是不吃這個鮭魚刺身 但是 有 最近 有一些年輕人啊 他 很喜歡吃 因為他 這個 口感 是 很 油 油 這樣子 但是你吃多 就膩了 啊 啊 但其實 日本人啊 他不是不吃鮭魚刺身 啊 因為他 比較便宜 啊 所以 這個高級日本料理啊 他是 很少 在供應的 那 至於鮭魚刺身 他是否 帶有這個寄生蟲呢 這與這個 餐廳的冷凍條件 是否 網上 是否 網上 是否 有關 而不是 喔 鮭魚 他本身 就有很多寄生蟲這樣子 那 如果 要吃的話 就要謹 謹慎 慎選擇 這個店家 因為 會跟 之前 所發生的 日本 非常有名的 一個連鎖店 他賣 牛肉 生牛肉 會發生一樣的事件 所以 要吃鮭魚刺身 影片的朋友 要慎選 點閱 如果 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贊 並分享 然後 開啟你的小鈴鐺